电影娱乐,与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恐怖漫画《冤魂压关》 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西部一个偏僻的小镇 镇上有个木匠叫做张宝才 张宝才年轻时是给别人做家具的 可是有一次干活的时候 张宝才的脸不小心被门给拍了 导致脸上留下一块很明显的伤疤 看起来怪吓人的 然后就没人愿意找他上门做家具了 从此之后张宝才就改了行当 从做家具变成了做棺材 因为没人理棺材老板长的是什么样子 就算长得丑一点也理所应当 所以张宝才最终选择了这一行 而张宝才做的棺材非常讲究 他全是按照老传统做的 平时做好的棺材都是半成品 只有在棺材卖出去的时候 才会在上面刷一遍大漆 张宝才还会在棺材底铺一层细细的生石灰 这样就能防潮防冲 更重要的是石灰属阳性 能让死者不会被地下的鞋碎所扰 而石灰又不能与死者接触 所以张宝才还会在石灰上面加一层木板 正因为如此繁琐而细致的程序 镇上的人们都夸赞 只有张宝才做的才是棺材 别人做的都是木头盒子 虽然张宝才做的棺材很好 但每年也卖不出去多少 毕竟一个小镇子 一年能死几个人呢 然后大部分时间张宝才就会躺在门口的堂椅上晒太阳发呆 这天镇上的青山家过来提了一口棺材 而棺材在没有装死人之前是不能见太阳的 于是第二天清晨 太阳还没有出来 张宝才就雇了一位跑三轮的将棺材送了过去 临走前张宝才再算叮嘱三轮师傅 一定要告诉死者家属 死人不能见太阳 三轮师傅则笑着说 张叔啊 跟人家说人家也不会当回事的 那也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 这都是脑规矩 马虎不得 张宝才交代完后 三轮师傅就拖着棺材走了 几个小时后 镇上热闹了起来 然后张宝才来到街上吃起了早餐 可就在这时 一伙人 他的一口棺材走了过来 而那个棺材 就是张宝才今早送出去的那个 但是按时间来算 这家人现在是抬棺送魂 那说明入关前拜计程序什么都没做 然后张宝才叹了口气 现在两人出病 怎么如此随便 碰巧张宝才和那伙棺材正好顺路 吃完早餐 张宝才就一直跟在后面慢悠悠的走 就在台关人经过一座石头桥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台关人顿时觉得棺材突然成了许多 按理说 四个壮汉可以抬八百多斤的棺材 而这棺材加上里面的死者 最多不超过三百斤 怎么抬得如此吃力呢 眼看棺材越来越沉 四个壮汉抬不动 就要放下来的时候 张宝才急忙跑过来喊道 放不得 棺材不能落地 否则冤魂缠身啊 听张叔这样说 四个壮汉笑得一哆嗦 然后就加把劲 把棺材抬高了一些 而张宝才一眼就看出来 棺材里面的死者有问题 于是就问主家 也就是青山的爹 定棺材的时候 你说是病死的 我看没有这么简单吧 青山的爹没有回答张宝才 而是转过头问青山 娃 你还是自己跟张叔说实话吧 原来棺材里 躺着的是青山的妻子小芳 平时青山都在外面打工 小芳就留在家里 照顾老人和孩子 几天前 青山突然从城里回来 和小芳摊牌了 青山告诉小芳 他在城里有人呢 这次回来 是想和小芳办离婚手续的 接着青山拉出了一碟钱 说是给小芳的补偿 此时的小芳整个人都傻了 他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坐在那里 默默的流泪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背对着背 而青山心里有愧 他想说些安慰的话 可最后还是没有开口 第二天一早 青山准备带着小芳去办手续 结果发现 小芳一动不动 脸色成青紫色 嘴角还躺着血 原来小芳 昨晚趁青山睡着后 偷偷喝了农药 在农村发生了这种事 青山没脸往外说 只能对外声称 小芳是病死的 听到这里 张宝才才急忙让青山磕头认错 不然小芳的冤魂走不了 这一家人以后 就没完省日子过了 说完 青山扑通一声 跪在了棺材面前 然后 一把鼻涕一把内得认错 求原谅 说了一些道歉的话后 棺材似乎没有变清 于是青山就开始拼命的磕头 最后把脑门都给磕破了 也就在此时 棺材突然变清了一些 张宝才看到这个情况 急忙念叨了几句 你们俩缘分 这辈子尽了 早点投胎去吧 说完 棺材一点点清了下来 并回到了最初的重量 一切正常后 大伙就抬着棺材继续上路了 目送棺材出了阵子后 张宝才忍不住 又叹了一口气 现在 这世道变了 没人讲规矩了 就连人心都变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